大家好,现在是4月30号,2020年4月30号的早上9点钟 美国确诊数字是106万9099 这很无穷劲的 治愈了12万6560,死亡了6万1769 加拿大52,865,治愈了20,327,死亡了3155 纽约数字还是昨天的,306,478,死亡了23,477 纽约的病死率是7.7%,全美病死率是5.8% 新泽西死11万6365,死亡了6771 新泽西的病死率和全美一样,5.8% 马赛诸塞,60265,死亡死3405,这数字没有变 伊利诺伊,50358,死亡死2215 加利福尼亚,48829,死亡死1956,病死率是4.4% 德州,德克萨斯,27390,病死率是759 759,内布拉斯加,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内布拉斯加 3851,死亡是56,这个和昨天数字没有变,1.6% 病死率,哈娃伊,夏威夷,夏威夷是613,死亡是16,昨天数字没有变 怀俄明,怀俄明,怀俄明死545,病死率是7,死亡了7 这是美国现在的数字 现在是,特朗普是拼,要拼5-1,5-1复工的 因为现在是,就是说,预防这个东西 现在会死人,而且最高的模型是220万 特朗普在记者会上给大家讲的,这是让人胆战心惊啊 现在美国死亡的数字是,截止今天早上是61769 所以这个数字还是有很大的那个死亡的那种新的数字会出现 这个是很折磨人的 另外一个就是在不搞好 就是像口罩呀,像呼吸机呀,像那个筛检呢,像那个试剂呀 现在是有突破,它那个瑞德福维斯啥 那个药可能是有疗效,药用于临床 还有试剂,就是有德州也有发明新的试剂 就是检测速度更快,这些都是好的方面 另外还有就是口罩 你像法国旺就开始动员自己的力量,开始生产口罩 因为复工有一个重大的,就是说不但要保持六步的距离 而且主要还是要戴口罩 不戴口罩的话,还是感染率还是比较高 就像比尔盖茨就是呼吁着说,不要紧急的复工 复工了以后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纽约 你看纽约的惨状 纽约是天堂,你爱他就送他去纽约 纽约是地狱 你爱,你恨他就送他去纽约 所以纽约是,现在是人间地狱 纽约的病死率比较高 百分之七点七,一百个人有七,七个多 都要就是病死了 所以说这是最危重的时候 祈福吧,祈祷 祝愿海内外的朋友都能够平平安安度过这次疫情 撒西德乐 这是张昂东在内部拉萨加的Skos Bluffet报道 谢谢收看,拜拜